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丢人呐 太丢人了 这简直是韦脱集团大中华区的欺齿大辱啊 可你告诉我什么 明明是自己做的稿子 怎么会不见了呢 我知道的原因所在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您就直接告诉我公司对我的安排吧 简单 我是再三帮你争取了 可是 这样吧 你自己营救辞职 这样做的话 对将来好一点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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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对你的处理意见 小B.A的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吧 五分钟以后 你会收到我的辞职邮件 怎么会那么严重啊 很遗憾 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啊 你要好好珍惜 更要好好地加油 没想到我对你的威胁 已经到了让你如此 坐立不安的地步 一天都不能多等 祝你好运 你也要加油 简单 下午秋班了 我辞职了 你什么 你幸福吗 为什么问这个 我说你跟玛丽在一起 你幸福吗 你怎么了 没什么 赌上茗玉的一战 最终还是彻彻底底地输了 我说你啊 就应该让你们公司啊 把那什么IT部门 把那录像调下来看 到底是谁干的 不用了 你不会知道 是谁干的 是谁干的吧 你就别管了 正好我也累了 这样彻彻底底地 在家休息休息也挺好 只是我一激动呢 忘了妈当初临终的嘱托 妈当时跟你说那些话吧 是说让你出去找工作 是为了让你自己呢 能有一个依靠 能有一个保障 可 你有我呀 我就是你的依靠 我就是你的保障啊 老公 我以后呢 就是你莫凡身后的女人了 所以 不管以后发生什么 你都不能嫌弃 我这个黄脸婆 那你以后也不能 嫌弃我这个黄脸公 没事 没事 好 没事 在看什么呢 我想问哪个问题 说吧 简单为什么辞职呢 你知道了 对了 我今天去接你的时候 在楼下遇到她 她一定说了我不少坏话吧 类似于说我野蛮专横 尖酸刻薄 她也一定跟你杜撰了 PPT为什么突然不见了 还有脱衣舞事件 这个简单 太目中无人了 仗着自己是公司的老员工 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 你让我怎么来处理 三八级关系 玛丽 别叫我 老婆 你已经什么都不相信我了 她什么也没说 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矛盾 简单看起来不像是一个 难以相处的人 那你的意思是我难以相处了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你为什么要这么逗逗逼人呢 对不起 我刚刚情绪有点失控 没关系 关于简单的事情 如果你不想说 那我就不问了 我相信 你一定有你的苦衷 可是 如果以后在其他地方遇到了 我觉得 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 我希望你都能够一笑直直 就算是 为了莫母和田田的友谊吧 可以吗 好 放心 我不会让你难做人的 简单 简单 简单死去哪儿了 嗯 怎么 想做全职太太 那辞职了以后 也怎么做全职太太啊 莫函有点压力是不是太大了 她还好吧 反正都是挺支持我的 我是说 你这一次是 以后继续上的压力 就现在压在莫函身上了 但是责任也大了 我们会很紧张 可能 也会有一些急躁的情绪 你可要学会宽容和良姐啊 嗯 嗯 我知道了 这方面还有如果出现什么问题 一定要提前告诉爸爸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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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喝醉了 当一个小主妇 真的有这么快乐吗 就算是给自己 放个长假吧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说 你辞职这阵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你应该去问 我的顶头上司 所以还是跟玛丽有关吗 你别瞎猜了 咱能说点别的吗 而且现在我也不太想说 做了公司的事 对了 我那天代表我们公司 去养老院谈赞助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你的朋友 我的朋友 爷爷 我好想你 好飞啊 爷爷也想你啊 谁你呢 好 你快 学学好不好 你好 看什么呢 看那么入室 都成绩 不够意思啊 住那个养老院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 你看我多好啊 我还买着水果 我来看你 你说你真不够朋友你 哎呀 陈冯姨啊 西婷啊 要是逼信 分到我们那里 找个稳妥的人家结婚 这孩子 也就这么大了 我要你话不能这么说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不是 你那个小地方 能跟我们上海大都市比啊 再说来 西婷好不容易考上了上海大学 一毕业 马上为了结婚生孩子 还是回到那小店去啊 真是 这冯姨啊 哎呀 你说这儿环境真的好啊 你住哪儿 住哪洞 你看 就开窗户那儿 就那儿 老杨 我爸我一直有一件事想问你 但是我呢又怕你介意 什么事啊 你说说 那我说了啊 哎 不是我问你那个西婷是级亲闺女吗 我弄不明白我每次提到西婷 你好像那个 总是不高兴的样子 有种说不清楚的那种感觉 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说出来我可以帮你领一领 她就是个孩子 淘气呗 淘气 你就不爱跟我说实话 你说啊 你说你们家西婷要是淘气的话 那我们家莫凡是什么 我们莫凡就是混世魔王 老杨 知足吧 摊上这么好一个女儿 真的 你还每天不高兴的样子 你说你干吗 你知道现在有多少孩子不孝顺吗 你没有西婷 你说你怎么能够住上这么好的养老院啊 没有西婷 你的两万块钱的医药费 你说你拿什么去交啊 真是 什么 花了两万 不是你干吗你以为两百块钱啊 这 这花了两万 这 不是 老杨 你你 你不知道 不是 哎呀 你别想那么多 我跟你说 孩子挣了钱 那可不就是到这会儿他来孝敬老人了吗 大家过来一下 现在 现在我有一个重要的人事变动 监狱之前简单离职 行政经理这一位置一直空缺着 那经过我跟HR同事商量下来 决定任命我们的杨希婷 为我们新的行政经理 有什么意见吗Vivian 没什么 就觉得 挺突然的 简单离职这一件事情 给我们大家一个教训 对工作漫不经心 对上司充老资格 这样的人 绝对不是你们的榜样 明白了吗 工作吧 嗯 新的行政经理 我感觉你斗志不高啊 马总说笑了 我们之间就不用这么客道了 你可是我忠实的战略伙伴 我们没有战略伙伴这一说 那么谦虚啊 要不是你的帮助 我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地 就让简单出局呢 马总 简单她只是一个行政经理 对你构不成任何威胁 你为什么要这样 还有你跟我说 不会对她造成任何伤害 那现在呢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想着立牌放啊 你放心 我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 这一次的功劳 我一定会给你记上一笔的 谢谢你 我不要这个所谓的什么功劳 这对于我来说只会是一个耻辱 还有你大可放心 以后我也不会再做任何违背良心的事情 至于这件事情你要告诉简单 随便你 因为我也不会背负这个耻辱过一辈子的 喂 冯一爷 什么 我爸走了 好好好 你别着急啊 我现在过去找你 没玩意儿 冯一 哎 欣婷 冯一怎么会这样 我爸怎么突然要走啊 不是 都怪我 是我那个 不是 我到养老院 我去看你爸爸 我呢想让他知道你对他 对他好 完了我一不小心 我就把那个两万块钱医药费的事 我就说出来了 你爸爸听完以后就特别不高兴 我回去以后我想想 我觉得有点不大对 完了我回到养老院 护士就说 他拿了一个包 说走了 说到长途汽车站去了 我爸他那人 就是怕给我添麻烦 不是 但是我找了好几圈了 那孩子没找到呀 我 好了好了好了 别急 我们再接着找了 好不好 再接着找 行 那那大家找找 我们奔头找一会儿 死了 好楽ely 是 他会不能回头 那这几圈了找了 啊 行ED 不 ayud 好 上次啊 爸 您怎么在这儿坐着呀 走 快等到了啊 老杨 你真是急死人了你 你瞎跑个什么呀你 你真让人着急啊你 爸 你这是干吗呀你 人老子 不中用了 你看看我把东西都收拾好了 可是一摸兜呢 连买手指的钱都没带 那你干吗 你要是带钱干吗 带钱你还真走了你啊 对呀 爸 你这是干吗呀你 上海这个地方啊 我不应该买 看个病 把连买棺材的钱呢 都给看没了 钱还可以再挣呢 你知不知道啊 对呀 爸 只要你人好好的 这点钱算什么呀 你想上次那个事情 如果发生在老家的话 那后果 后果我都不敢想 爸 你那么辛苦把我养大 现在您身体不好 就应该我来照顾您 哎 你听听听听听听听 女儿 女儿多好多笑声啊 你知足吧你啊 爸 我知道您在担心什么 你放心 我保证那个事情 再也不会发生好不好 什 什么事啊 来 你们回家啊 走 回家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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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哎呦 那简单都站不起来 冯一 哪有简单呢 简单 我不知道 那个冯一 那个 你说我爸现在先回去 就去找简单 好 行行行你放心 你放心 我来啊 我来 我来 你看你 哎呀你这麻烦人 哎呦 你这这 还 还挺点事儿 还跑了呢你学会 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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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 你还有事儿吗 简单 有件事情 我一直想跟你说 我 什么都别说了 好好照顾叔叔 简单 可是 你是因为我你才 我让你什么都别说了 你听不懂吗 不行 我必须把这件事情 说出来 不然我会恨我自己 一辈子的 简单 我 我真的没有 别的意思 我真的只是想 让我父亲 过上好日子 我不想再靠任何的男人 简单 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吗 你可以一直待在父母的身边 你有那么爱你的老公 有那么可爱的孩子 还有那么好的工作 而我呢 我只是希望 偶尔有那么一次 幸运也能站在我这边 我没有想到 事情真的会这么严重 我没有想到 Mary不信守她的诺言 她跟我说 她对你不会有任何伤害 简单 简单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失去了母亲 失去了爱情 刚才 我爸还要出走 我就你这么一个好朋友 不要抛下我好吗 只要 只要你能原谅我 我做什么都可以 真的 真的 傻子 记得 你现在 不管怎么说 已经是行政经理了 好好把握住这个机会 定的那样 我知道你这一路有多辛苦 不敢说我感同身上 但是作为朋友 我可以将心比心 对不起 姐姐你答应我 不要让Mary这个女人 把行政部搞得乌烟瘴气 要好好抓住这个机会 稳坐这个位子 替我争口气 你明白吗 简单 你别这么说 你说我都无敌自容了 你说我都无敌自容了 你 别哭了啊 好好的 记住我刚才说的话 加油 来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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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防火防盗防火一命 完了你你你你就是不听 行了过去就过去了 别提了 就就不提了 那怎么办呀 你不知道 当高健跟我说 西婷为了给她爸爸 争取一个小房间 对人点头哈腰的时候 我我心酸 我再想到她以前 发生的那些事 我就不能想 一想起来 反正我根本就是 对她恨不起来 我说老婆你你你 你这心是什么做的呀 蛤 好好的 西婷 签个字吧 喂 简单 你想去做头发 好啊好啊 我正好也想去做护理 好 到时见啊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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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坐坐坐 请坐 是想尝试新的造型呢 还是像以前一样的 离子烫呢 不要那么麻烦 就是给我弄得 精神一点就行 简单点 OK明白了 谢谢 请烧着 简单 你好像看起来气色不太好 嗯 我有吗 嗯 可能是这段时间 带孩子大了吧 你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来 做头发啊 嗯 就是想换一种心情 哎 齐婷 说实话 我 是不是特差呀 没有 你在我心里 永远是女神 好吗 嗯 还是你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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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嗯 我新接的头发 你看到了没有 好不好看 好看 你都没看你就说好看 嗯嗯 一会儿啊 你帮我看看田田那个作业啊 你知道吗 她现在字写得可难看了 哎哎哎哎 这话别当着孩子面说啊 那个有损她的自尊心 我知道 你别玩了 行不行啊 马上马上 哎 干嘛你把 把我往线干嘛呀 嗯 你终于看我啦 哎 我说你好不容易休息一天 为什么就不能帮我 多带带孩子呢啊 就知道打打打打打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啊 刷完这个副本 我就升级了 我这是 宣泄我压力一种方式 知道吗 你说你的关键声 你你倒什么乱啊 我倒什么乱了 哦 你有方法宣泄压力 我还没点宣泄我的压力呢 我算明白了哎 我说最近怎么天天 动不动就把我线呢 感情是拜你所思是吧 哎 我说你以后起点 带头作用行不行 当着孩子面注意注意 您的正面形象 我形象哪不正面了 什么意思啊 现在我现在这形象不好了 是吗 咱别偷放概念行吧 此形象非比那个形象啊 爸爸妈妈 你们不要吵架 我不喜欢你们老吵架 我们没吵架 我就是在跟你爸爸说一件事情 对对 我们走 妈妈带你去看英语 你爸爸就是这样 他不懂得让女生 走 咱们去学英语 快 走 走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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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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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放 姐放啊 哎呦我今天正好店里 没什么事儿 给你多买点东西背着 这样我才放心 哎呀你忙你的 不要到我这儿来 你看这我 行 那怎么行啊 店里这么忙 你来干什么呀 没事没事 爸爸 哎 小姨你也在这儿啊 对 你也过来了 对啊 姐那你来干什么呀 我来给你送菜啊 我怕你这几天自己在家 不愿意买菜嘛 哎呀你看家里有田地 还有莫凡 你照顾他们 不要三天两度到我这里来 我觉得你爸说得对 你爸这儿能有我 放心 哎呀 云放啊 我不用你们特别照顾 我能自己照顾好自己 你看你有店 你有田地和莫凡 你们照顾好自己就行了 行行行行行行行 好好好 那今天我先帮你把床 拿一下水啊 哎哎哎 简单 我跟你一块啊 姐姐夫你先拿进去啊 嗯 哎呀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真是把他们都累了呀 哎呀 这几个小户型呢 装作实际上要注意 地板呢 肯定是用浅色的 这个装作的墙纸呢 那什么 墙纸颜色你们先讨论一下 我建议用浅色的啊 好 好 您好 喂 忠明保险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吗 是这样的啊 我我手机呢 收到了三笔保险的扣款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我没买过什么保险啊 请报一下您的行李 莫凡 先生 我这里的信息显示 有一位叫简单的女士 刚为您购买了一份保险 填写的手机信息 正是这个号码 请问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谢谢 怎么样 您建议那个 墙里面 喂 老公 今天回来请你早啊 这门我就田田 不是 你去接田田 我问你 你是不是买保险了 还想跟你说呢 什么叫还想跟我说 你早干嘛来着 为什么不买的时候跟我说 为什么非要先斩后奏呢 你干嘛呀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 好 我跟你好好说话啊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吧 上次买钢琴的时候 咱俩是不是已经说好了 甭管以后发生什么事 买什么东西 是不是得提前商量商量 为什么非要让扣管琴琴 跑得爱的钱头呢 我老婆买东西 我比银行这段还晚 能好好说话吗 那这次跟上次不一样 又不是给我一个人买保险 还包括你跟田田的 大家都买了 再说了 说句难听的话 万一碰到我妈那样的事情 咱们可以拿到一笔保障金 八十岁以后有助售金 六十岁以后每个月 他都会返还利息 就跟存银行是一样的 我发现你吧 我发现你真是有毛病你 什么叫跟存银行是一样的 存银行一样的 把你不是靠什么赚钱呀 利息确实可能是比银行低 不是人家干吗赔你钱呀 行了行了啊 我觉得你啊 你逻辑出现了问题 你是我老婆 你是不是应该尊重一点我呀 我哪儿不尊重你了呀 你现在那种做法就是不尊重我 你你你先赶后奏就是不尊重我了 你有替我考虑过问题吗 你有替我想过吗 我现在在外面啊 我为了赚点钱我拼死拼活的 我给人陪笑聊我给人打哈哈 那种三叫九流我每天都要陪 我还赚不了什么钱 您倒好 您轻轻松松地就把我赚的钱 交给保险公司了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觉得我辛苦吗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你不辛苦 你跟我发那么大伙干什么呀 现在问题的最关键就是你赚钱 我不赚钱 以前我每个月赚钱的时候 就算我这一回我化光了 你都不会这么跟我大哭小叫的 你现在干吗冲我大吼大叫的 你还知道你不赚钱呀 那你怎么就不长脑子呢 你看看我妈 这种事你就不能向我妈请教请教吗 有多少所谓的理财顾问 让我妈买过理财 她买过吗 一分钱都没买过 你怎么就当傻呢 是 我傻 你还有你妈可以问我呢 我今天本来是 想把头发弄得好看一点 让你跟田田看着心里舒服一点 我有病 你先田田去吧 小朋友我们排队出来了啊 走跟我走 我们出来就要看到妈妈找妈妈啊 来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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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想我啊 妈妈 妈妈 你的头发好多呀 拜拜 还是浅浅艰辛 走吧 拜拜 来 宝宝 先吃饭啊 爸爸是不是加班了呀 没有 那个爸爸去买东西了 孩子一直等你吃饭呢 妈 我 我知道 那个我下楼啊 专门给你那个 买这个去了 来 你吃点这个呗 蟹粉汤包 妈妈最喜欢吃饿了 你想吃吗 要 那你吃 来 吃 慢点吃啊 田田汤 好 今天的事呢 是我错了 对不起 我不应该对你大吼大叫的 是我情绪太激动了 你原谅我先呗 你看你这头发 其实呢 那个杂蟑和脾气来啊 都挺好看的 吃饭 吃饭了 好吃吗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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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吃吃吃 这的粘子就给你们买 一起去吧 好 一起吃 一起吃 来 给你加一点 来来来来来 张嘴 回来 张嘴 回来 怎么能 张嘴 张嘴 快来 好好好 来张嘴 吃 来 快快快 黏黏减肥 黏黏肥 我这肤真气的肚子 一到肠下它就开始展露 你那算什么 飞了那肚子算彻底完了 那认诚们太可怕了 跟爬山虎似的肚子上都长满了 行 你这儿呢 没什么问题呢 我就放心了 这客户回访啊 我也算做完了 不过你这儿呢真挺好的 越做越大 那当然了 我挑地段跟挑人地也不知道 可是你也有办法 对对对 是是是 对了 我才要问你嘛 你那天玩游戏玩到一半 怎么突然下线了 我女儿啊 喊着要玩游戏 一着急 把我那线给我拔了 真的 嗯 我看你拿你女人没办法吧 是是是 行 我去下一个客户上 等等 我们约周六打球怎么样 行 来呀 再约 再约 走吧 走了 拜拜 老板 那是谁啊 很有型哦 啊 他啊 是我们健身房的设计师 是不是你的那位啊 太八卦了 快跟我说说嘛 那一位 那一位 不会吧 哎 哎 姐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家店刚好打折嘛 我就在这儿 来买点东西给家里 那 那个 你爸怎么样了 现在挺好的 谢谢 哦 那就好 那就好 你看你呀 有了工作以后就是不一样了 哎呦 那是 我这一向对工作很负责的 哎 什么时候让我带天天去你那玩啊 莫凡说你教学的样子可有模有样了 什么 莫凡跟你说过 他去健身房 啊 那个健身房不是莫凡过好长的客户开的吗 哦 是是是是 那个 装修的那个还没好呢 那味儿还没散呢 千万别再舔下去啊 这对身体不好 哎呀 你有的工作就是不一样 连说话都不一样 哦 是吗 容光欢发的 哎 也是 哎 一会儿那个 没什么事儿吧 没事儿咱俩一块儿逛吧 不行不行 我还有事儿呢 我就先回去了啊 哎 那么有事儿没关系啊 你可以先忙 忙完了我找地儿等你呗 你给我电话 不 我真 今天真不行了 好不容易胖胀的啊 我这刚成了舞也挺累的 我先回家了啊 改天约你啊 有个工作的人就是不一样啊 哎呦 妈 你抱抱他吧 吵死了 看看妈妈在干什么呀 刚刚吃过饺子 怎么又抱饺子了 妈 姐夫爱吃就多抱几次了 对了 妈 隔壁那个王阿婆 给的梅干菜还有吗 哦 那 好像还有半包 那正好 我今天买了肉 明天呢就给姐夫烧每一菜口肉 妈 你吃吧 你 哎 哎 不是 你盯着我干嘛啊 叔叔脸上 你姐姐生病了 我就吃素了呀 哎呀 真是 妈 你看我真忘了 嗯 好 你忙吧 哎 好 嗯